按一下故事列表里面的项目可以打开一个详情页面 我们可以先去创建一个页面 放在pages stories的下面添加一个show.js 里面我们可以先得到app const app等于get app 再用page去注册一个页面 先给它一个空白的对象参数 再去创建一个对应的试图文件 也需要去把它放在pages stories的下面 名字可以是show.wxml 打开小程序的主配置 在pages里面我们可以添加一个新的页面 pages stories show 再去处理一下这个页面的主逻辑 里面我们可以添加一个data属性 然后在它里面我们可以添加一个entity这个属性 写上它的值等于now 下面我们再去复制一块代码 先打开vehicles下面的show.js 去复制一下它里面的unload的方法 再把它粘贴到我们的stories下面的show.js里面 把这个app global data vehicles换成stories 再打开故事页面的试图 在编辑器的上面如果使用了iMac的插件以后 我们可以使用缩写的形式去编写小程序的试图结构 一个view上面加上一个section 还有hero这两个类 下面是一个video 同级别的还有view上面加上content 还有centered 它的下面是一个viewheader 这个viewheader里面还有一个view的subheader 跟这个header同一级别的还有一个view description 再用快捷键shiftcommand加e展开这个缩写 video的isrc是entity的video 再给它添加一个poster object fit设置成cover duration是entity的duration row 再来controls设置成true header里面我们可以绑定一个entity下面的header subheader里面再绑定一个entity下面的originalheader 这个是一个英文的标题 description里面是entity的description 这里我们可以在这个hero上面再加一点修饰 添加一个small 再打开styles下面的hero.wxss 添加一个hero.small 设置一下下面的header 把字号设置的比原来小一点 大小可以是56rpx margin bottom天天还在下边去 大小是48个rpx 再设置一下hero.small下面的subheader 字号我们把它设置成24rpx 下面我们再到模拟器上面去预览一下 按一下故事里面里面的项目 会打开一个故事的详情页面 我会打开一个故事的详情页面 我会打开一个故事的详情页面 我会打开一个故事的详情页面